之前给大家拍过这个北京的胡同 也拍过北京的这个豪宅四合院呀 明星的豪宅呀 然后有好多网友问我 娜娜你别老拍这个明星豪宅了 能不能聊聊你们石井山这边的房价呢 那这个视频呢就跟大家聊一聊石井山这边的房价啊 我现在是在石井山的卢谷 这个地方呢属于是五环内啊 他挨着少年宫特别近 这儿呢就是石井山的少年宫 我儿子就是每个周六来这儿上课 然后他这周边呢 没有什么太新的小区 都是一些老小区了 但是您别看他小区老 但是虽然老这儿的房价 他也不便宜 你看这些小区了没有 这些小区我刚才在网上查了一下 二手房的房价啊 都是在五万六七到六万左右 然后这些都是老小区了 像这个楼那边呀没多远 也就是二百多米吧 就是石井山万达那边了啊 相当万达呢也相当于是石井山的CBD了 然后您看他这儿呢 这个其实这边交通也挺便利的 挨着五环也挺近 挨着那个连石路也挺近的啊 因为从这儿往前走没多远 就是五环路了 然后从这儿往西是五环路 然后这边大家看一下 往南呢二百来米吧 就是石井山的这个 北京的这个连石路啊 连石路不能说石井山连石路 是北京的连石路 然后这个小区大家看啊 眼前这个小区这是六合园小区 这个小区您看房子 是不是看着挺老的 这个小区确实有年头了 1993年竣工的应该是 这边是六合园小区 它这边是六合园的这个东区 那边还有一个小区是六合园西区 六合园挺大的 像这附近什么有六合园呀 七星园呀 反正好多小区 然后这个是六合园啊 这个好像是井山什么几个字 我忘了那个名字了 你看他这个周边 这个小区也挺老的 然后那边有一个菜市场 这边生活呀 购物啊都挺方便的啊 包括出行从这儿 如果坐地铁的话 就得去八宝山地铁站了 或者是去连石路地铁站 那这是五环内的这个 颅谷这边的这个房间啊 在五万五万五到五万七八左右 咱们再说说我住的那个边上啊 我住五环外 五环旁边 荣景城那边的房价啊 也是二手房 是六万五到六万八九吧 六万五左右 均价 然后像那个北西安那边呀 古城那边呀 以前是城中村 现在不是拆迁了吗 也盖了好多商品房 像北西安那边的一个商品房是 那个小区就是环宇天下富吧 那个小区啊 呃 是七万九左右 包括古城地铁往南也盖了好多 那个新小区 都是在六万六万到七万三四左右吧 这个房价 因为那边的楼盘我也有 我以前也看过一个小区的楼盘 他那边那个 他那个小区啊 就在古城地铁的南边 新建的一个小区 他那的房价是七万六亿平米 当时我们去看他那个沙盘 你想想这个北京的房价贵不贵 这还是在五环外呢 如果您要是到了 这是西五环外啊 如果您在 您去北五环外那边 房价都得到了八九万 接近十万一平了 这是五环外 相对来说 呃 西五环外还算便宜点 但是北五环外那边 房价要是十万左右 您看看吧 我这还是说的五环外的这个房价啊 西五环外 呃新房都在七万五六左右一平米 然后二手房的话 就是在像五环内啊 颅谷这边是 呃五万五到 五万八九左右吧 就说六万左右吧 像我住的那啊 呃五环边上是六万五左右 呃 他那个均价啊 二手房 然后好多人就说 哎呀你们北京人有钱 北京人的房子 北京房价这么贵 北京人有钱呀 其实北京人 大多数也都是这个公司阶层 大多都是普通家庭啊 谁家 没有咱们想象的说 谁家都趁 呃五六套房子 四五套房子 等着往外卖呢 基本家家都是房子够住 除非 除非您赶上拆迁了 像我朋友他们家 拆迁了 分了四套房 人家赶上拆迁了 分了四套房 再一个我朋友 他嫁的是本村的 婆婆家也分了三套房 这两家家一块 这就光拆迁就分了七套房 一家就这么一个孩子 是不是 是不以后 呃 三代人赶上拆这么一次 是不是 像那个拆迁户吧 确实有钱 有房 人家把房子往外一出租 就吃喝不愁了 再有就是 北京啊 有钱人 也其实也挺多的 但是还大多都是 都是普通家庭 一家有一套房 或者两套房 三套房 我觉得都算多的了 如果没有赶上拆迁的话 家里有三套房 都算多的了 您说他有钱吗 有钱 呃 房子价格确实 好几万一平 都在那摆着呢 一套房子 好几百万 将近上千万 但是人家也不卖呀 是吧 谁家没事卖房子呀 家里都刚好够住 是不是 所以现在 生活在北京啊 面对着这个高房价 压力也挺大的 这就是北京的一个房价 呃 五环外一套房 呃 房价就在 新房都在七万 七 七八万左右 二手房都在 呃 五万五到六万五之间 这就是北京的一个房价 您觉得北京 在北京生活 在北京打拼 这些普通家庭 容易吗 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那好了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聊到这吧 我儿子马上要下课了 咱们下个视频再聊 现在会咱们下课了 那我们将来